台南向前衝一起拚經濟 我是吳軒怡 在今天節目一開始要來看到 他是洗髮精大廠第三代的陳俊偉 接班時家裡面臨到破產危機 而學化學的他決定要自創品牌 大膽選擇頭皮養護新藍海 讓知名美式賣場主動上門談合作 也成了賣場裡唯一開賣的MIT洗髮精 特殊設計的缺角皮 還拿到了英國美妝奧斯卡索容 產品贏收破兩億元 各位觀眾朋友 你最近一次洗頭髮是什麼時候呢 家璇很誠實跟大家分享 我每天都有洗頭喔 最近一次洗頭是昨天晚上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不知道 我的頭皮肌膚狀況如何 相信很多人如果沒有進行 頭皮檢測的話也不知道 自己的頭皮肌膚到底是乾性 混合性還是油性 今天不藏私 我們一塊來了解自己的頭皮健康狀況 目前狀況比較像油性肌膚 但是它比較偏油性肌膚 但是你洗頭的話 你都有洗到頭皮的地方 所以是乾淨的頭皮嗎 算乾淨的 算滿漂亮的啦 因為漂亮的毛孔 這個漏斗形狀 是有點往下凹的 這種是漂亮的 但是啊 你有漂亮的頭皮 每天認真洗頭 對於頭皮保養還是有幫助 不過在台灣八成以上 油性頭皮民眾中 有的人頭髮不管怎麼洗 狀況還是層出不窮 好像請問你看過最可怕的頭皮 是什麼樣子 只有一個頭銜 頭銜它就有點像是 冬天的時候不是牆壁會有 那個廁所不是會有一些黴菌嗎 它就是那個黴菌 但它是在頭皮上 光是聽到形容就令人頭皮發麻 其實頭皮上的黴菌 就是皮屑牙包菌 它是頭皮屑產生的最大元凶之一 光是在台灣 就有三分之一的民眾 飽受頭頂雪花滿天飛困擾 男性比例更遠高於女性 也讓主公問題頭皮的 MIT頭皮養護商品 一躍成為明星之作 產線忙個不停 這罐缺了一腳的瓶子 在產線上全速前進 噴子機硬上製造日期後 裝入紙盒再用塑膠袋包裝 工作人員小心翼翼用熱風槍 將塑膠風膜仔細塑形 光是包裝就非常高剛 一個小時要趕至一千瓶 才能跟得上一個月 四萬多瓶的市場需求 而它醒目的缺角包裝 也格外受到注目 所以它最主要一個目的 一直在提醒 這個缺角就是主要在提醒 大家過去一直都不是很重視的 這個點上面 讓大家知道說 在清潔頭皮的過程中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只洗頭髮而已 因為它有這樣的一個缺角 然後再來它是一個 液態的洗髮精 就是在產品包裝 設計上面 它是一個新的使用方式 平身缺角設計 不只創造產品記憶點 更連續兩年獲得 英國美妝奧斯卡大獎肯定 成為台灣之光 早在2017年包裝改版前 品牌業績就已經在 使用者口碑中穩定成長 這塊洗髮精 一分鐘賣一貫的銷售動能 除了來自於 特殊平身創造的品牌行銷力 其實它的內容物 也是很多人關心的重點 它的誕生花了三年的時間 是由創辦人親自在實驗室 摸索得來 其實實驗室 是一個非常好玩的地方 它就像做實驗 就像煮菜一樣 能不能煮出一個好吃的菜 自己吃得也滿意 別人吃也滿意 人稱頭皮先生的陳俊偉 把話講得一派輕鬆 其實家中三代 都從事罰品事業 上一代遇到嚴重財務危機 等到陳俊偉退伍接手時 已經成了燙手山芋 工廠也被查封 工住家都被把它排掉 其實那時候是非常 抽雲產物的時代 我父親當時 在某一個產品的開發上面 有一些失敗的一個過程 那一個產品並沒有成功 那當然就造成了一些負債的狀況 債務像滾雪球般 越滾越大 為了償還四五千萬的欠款 大學念化學系出身的陳俊偉 致力於提升工廠動能 狂階代工 快速產生現金流 就在四年後 工廠轉虧為銀之際 他選擇把廠子交給家人管理 自己打造新品牌 髮品這個東西 不應該只是一個清潔 它應該是一個保養品 所以我把重心放在 我要去打造一個台灣的品牌 保養 頭髮的保養品品牌 陳俊偉認為打造品牌 才能讓企業長久 觀摩其他成功案例 他試圖開發各式各樣的新商品 想不到跌跌撞撞的創業過程 再次讓他掉入前坑 因為我成立公司17年 就前面的10年 基本上都是非常虧損的狀態 我不斷從一個虧損走到另外一個虧損 所以工廠的那個轉虧為銀貸花多年 六年 然後六年之後出來自己做 又虧損思念 十年虧了六千多萬 Eric 陳俊偉現在可以笑談當年 但是太太咪咪 簡秀芬回想那段 每個月都被錢追著跑的日子 看著先生事業起伏 他忍不住心疼落淚 對 就是他覺得他不可以有自己 就是他覺得他必須 他要很認真 然後去面對他的責任 所以他也跟我講說 就是他很懷念以前很單純的自己 他有時候晚上在 講公司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會睡不著 然後會覺得說 很多啦 公司會面對的問題 不只是資金 譬如說怎麼留住人才 然後怎麼樣發展 其實我覺得中間有很多心酸是他 他不想要跟別人 他不想要把這個負面的東西 傳遞出去 但是這個十年非常寶貴 我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專注 剪髮哲學最重要 陳俊偉在虧損之中 學到的剪髮哲學 就是把品牌底下八成產品刪掉 專注鎖定 頭皮養護新面向 他穿上白袍走進實驗室 重新摸索 決定顛覆一般消費者 對於洗頭髮的認知 直接像我現在的乾髮對不對 那我們就直接頂在頭髮上面 然後就可以直接洗頭了 你就會覺得好舒服好舒服 我喜歡做這個動作 因為很多人覺得是怪怪 怎麼可能這樣洗 好 那你不相信我洗給你看 不需要先用水沖頭 就能洗頭的洗髮精 質感不濃稠 正是陳俊偉在實驗室裡 琢磨出的作品 因為自己就是老闆 所以事務過程 反而激發出他對產品的新想像 他本來就是一個失敗 怎麼做都做不愁 怎麼做都做不起來 他其實做不愁是因為加了很多的 因為它的成分跟成分之間 有一些互刺性 它可沒有辦法讓洗髮精變愁 沒有可能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就會產生出一個 跟你意想不到額外的結果 陳俊偉後來發現 別人眼中的失敗品 質感如水的洗髮精 搭配頭皮護理更能相符相成 新產品終於獲得市場認同 年營收破億 擺脫負債命運 Eric那時候也下了一個決策 就是我們醫務的提供 很多皮膚科的醫生 讓他們可以免費取得 我們的洗髮精 給病患使用 那這一端其實很多醫生 他們會很喜歡 是因為病人總是要洗頭 但是當他洗的東西 是不會讓他擔心的 對他的診療他就是加分的 獲得醫療體系的認可 養護中心帶來一條龍式的新傷機 從頭皮檢測到洗髮染髮的擴大服務 品牌又找到一票死中鐵粉 跟一般的養護中心不太一樣 它的忠誠度非常非常高 至少都有八成 所以變成說在主顧客的培養 或是一些VIP客戶服務上面 我覺得如果經營的夠紮實 對於患者或者是消費者 是有絕對的幫助 包含頭皮檢測的養護中心 順勢擴大行銷管道和品牌立基 也成為頭皮先生和頭皮太太 在業界的最新立作 這一罐缺角洗髮精背後的故事 就如同他的誕生般 見證他們在創業路上 缺一不可的默契 讓我來看見